我呢也是非常有幸 从1993年开始呢 三次参与北京的深奥 两次担任深奥陈述人 我觉得也是生风其时吧 感到非常的荣幸 北京冬奥会又都持续 近日两次代表北京深奥的陈述人 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岚 在技术中心社独家专访时表示 正如深奥时像世界说明的那样 北京冬奥会赛事组织几乎完美 展现了各参赛队的风采 我觉得北京冬奥会 真的不仅提供了非常专业的设施 然后几乎完美的赛事组织 展现了中国运动员和各国运动员的风采 我觉得特别是让全球也看到了 中国人的那种友好热情包容 和这种服务的意识 1993年杨岚第一次以记者和主持人的身份 参与北京深奥 2001年杨岚担任北京夏季奥运会 深奥的陈述人 2015年杨岚再次成为北京深冬奥的陈述人之一 前后近30年的时光 杨岚见证了北京成为双奥之城 在我们深冬奥的时候 其实也向这个世界是加以说明的 第一呢就是运动 特别是冰雪运动 已经在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不止属于少数的专业运动员 第二呢就是中国人的这种面向世界的这种服务的意识 志愿的精神 志愿者的精神 我觉得在这次冬奥会上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本届冬奥会留给各国媒体印象最深的 有运动员们互相鼓励 践行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有中国给予所有运动员的掌声和包容 追着在屏幕前观看比赛的杨岚感慨 这体现的奥运精神前所未有 各国的运动员都感到在这儿有一种宾置如归的感觉 再加上正逢中国的春节 这浓浓的年味和这种家庭的那种温暖 我觉得在疫情肆虐的当今的这个世界 那么多的偏见冲突隔阂 奥运会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这种奥运精神 就是无歧视的平等的团结的和平的世界 杨岚说 邀请世界来中国和中国参与奥运这是双向的 奥运精神和奥运带给社会的改变 已经超越了经济体育本身 我觉得就是因为奥运会绝不仅仅是体育竞技本身 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人的精神风貌的一种综合性的体现 我们邀请世界来邀请中国 中国和奥运也是双向的这种成就 我觉得这正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国家的进步 社会的开放 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我觉得能够参与其间 真是生有荣誉 我们下期再见